大家好,欢迎回到每月的H4E计算机绘刊特色论文介绍 我是计算机绘刊的编委,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刘伟强 2016年11月份的特色论文是带有延展性应用的片上系统的可缩放公话管理 作者是来自卡尔斯鲁沃理工学院的Mohammed Shafik等 由于快速增长的核集成,新兴的载片系统预计将包含1000个甚至更多的核 为这些载片系统设计有效的动态功耗管理 DPM即选择合适的低功耗状态的策略,具有许多挑战 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挑战是 决定合适的和功耗状态的可缩放性和复杂性问题 以及与工作负荷突变应用相关的功耗能量效率问题 DPM可缩放性问题的含义是 大量的核带来了巨大的功耗管理设计空间 这依赖于核的数量,支持的功耗状态数 以及工作负荷功耗统计等 因此当前绝大多数依赖于集中决策制定的策略 将来都不再有效 有的研究运用了带游片级动态电压频率调节技术 基于控制器的功耗管理策略 MAXBIPS策略基于预测的算法使用了便利搜索 对所有核找到优化的功耗层级 由于决策空间和高的计算和延迟开销呈指数级增加 这些策略可能无法使用 虽然快速的搜索和优化的启发式算法可以减少决策空间 目前多核系统的研究趋势表明 研究正转向可缩放和分布式的DPM技术 尽管如此,为了应付未来多核系统快速增加的复杂度 可缩放DPM策略需要自动管理这些核的功耗状态 使得整个芯片高速的运行 如果考虑到带有混合工作负荷属性的多线程应用 将使得DPM问题更复杂 为了开发过剩的核,发展了新的应用模型 称为延展性应用 这些应用可以根据自由核的数目动态的改变 它们的线程并行度来处理改变的工作负荷和性能要求 为了做到这些,延展性应用在运行的时候 有两个重要的操作,即扩展和收缩 如图一所示 扩展的含义是,当工作负荷增加时 延展性应用将从资源管理器请求更多的核 新的线程在新分配的核上立化 这个请求和获得更多核 以及线程立化的过程被定义为扩展操作 因为应用拥有更多的核 收缩的含义是,当工作负荷减少时 延展性应用可以在满足性能要求的前提下 拥有比原来更少数目的核 因此可以把不必要的核归还给资源管理器 同时相应的重新分配现成 最新的可缩放公号管理技术 或者使用层级公号管理 核级公号管理 或者核间、核组间公号预算分配 这些技术主要是针对每个核的独立工作负荷 并且没有考虑延展性应用的扩展和收缩本质 因此 由于对即将要扩展的应用设置一组 核工作在低公号模式 或者损害扩展收缩操作 以及延展性应用中相互依赖的工作负荷等 这些技术会降低系统的性能和公号效率 此外 延展性应用的并发执行 导致无法预测的变化的资源要求和资源竞争 公号管理决策 如果没有考虑扩展收缩操作 会恶化复杂的不平衡性 并且导致低的公号效率 这个在文中第四节 进行了详细的动机分析和案例研究 因此 对于执行几个带有非独立和独立的 混合工作负荷的延展性应用 载片系统 需要一个可扩展的DPM 需要考虑扩展收缩 工作在高效能方式下的自动核管理 作者们针对载片多核系统 提出了可扩展的动态公号管理方法 为了实现应用层可扩展性 每个应用对应一个专用的本地公号管理器 如图二所示 它可以自动管理自身应用的核 以及它们的公号状态 来改善能量和性能效率 这可以使得延展性应用以高效能的方式 适应不同的数量的资源 本地公号管理器也考虑了重叠的 并发执行的延展性应用的扩展和收缩资源要求 一个本地公号管理器包含了以下四个组件 一个能量感知的资源收缩策略组件 一个临时的核接触策略组件 一个延展性感知的公号状态选择策略组件 以及一个混合的预测技术组件 文章第六节对可扩展的DPM进行了能效评估 并且与其他先进的中心化和分布式的公号管理方法 进行了对比 作者们同时阐明了 所提方法可以适用于多达1024个核的大规模载片系统 执行5到200个混合工作负荷的延展性应用 谢谢大家的关注 提醒大家这篇论文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到屏幕显示的地址上免费下载 不要忘了访问艾吹博以计算机协会和计算机会刊的网站 最新关于计算机会刊的消息 请访问杂志主编蒙托西教授的网页